新竹市長高鴻安 涉嫌乍領助理費46萬 13號再開庭 他身穿一襲白色場外套現身 在支持者的加油打氣聲之中 走進北院 市長有要求助理播發非滅證嗎 繼前一週勘驗助理 陳煥宇 陳玉凱 以及龔衛文 王玉文 徵訊光電以後 這回在勘驗小兔黃玉文的影片 一共20段 網紅四叉貓也連續兩次倒庭旁聽 因為最近爆出 依照已經公開的卷證資料 有助理共稱 在案發之前 高鴻安曾下立滅證 要助理利用潑咖啡之類的外立方式 讓電腦主機壞掉 小兔黃玉文也曾經指出 在檢方搜索之前 高鴻安和男友李中庭 也接連找他 要求他把訊息的對話記錄刪掉 我自己的話 我自己的話我目前是把一天當兩天用 加倍努力來拼新竹的市政 同時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在這個開庭的時間呢 是絕對不會影響任何新竹市政的推動 近日深陷咖啡機滅證風暴的高鴻安 是否會在法庭上使出殺手劍反擊 備受關注 瑞德哥您怎麼看高鴻安今天再次的出庭 其實這件事情從之前的選舉一直討論到現在 他永遠沒有停過 高鴻安市場問題還真多 也不是這樣子的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的辯護律師 要求要勘越相關的這個等候證物嘛 好啊 那法官我就密集的出庭 三四五月三個月密集的出庭 密集的出庭 密集的出庭你不要以為 那麼就是這個等於說對你有利 為什麼 那你的律師全部要在那邊出庭 那大概大概其他案件也不要接了 那在本人被告七十五次 告人上千人的輝煌紀錄之下 那麼政治人物尤其是 不管是你自己自己發動的 還是別人來聲援的 在法庭開庭的時候呢 外面聚集的人潮越多 呼喊越多 咖啡越多 法官越討厭 我想坦白的 不要想要用外面的勢力 外面的包括輿論的能力 來施壓這些審判的 這些審判長跟這些裴席法官 受命法官跟裴席法官 他們最痛恨人家用這種方式來壓迫他的 所謂的自由性政 在這個案子裡面非常的特殊的原因是因為 各位當這個台灣一家報紙 平面媒體獨家去揭露說 有所謂的要高雄安 這是報紙這個等於說媒體披露的嘛 說有證人 這個證明說這個高雄安什麼有找人啊 說什麼必要的時候用潑咖啡的方式在電腦上面嘛 意思的破壞這個電腦 等於說 然後這個部分啊 那麼高雄安沒有親自出來回答 但是通常都會有個書面的說 否認沒有這回事對不對 請問全報導到現在高雄安有沒有否認 所以他叫他一個局處所長 新竹市的局處長出來講說 這個有關於啊 這個未披露的相關的東西 不應該作為法庭意外 有沒有這樣一大堆啦 未披露的東西 因為可以接觸到這個捐證的人非常多 所以呢即便不是在提供給媒體的相關的 這個等於說那個捐證裡面呢 但是只要裡面有 而且這個證人講的是真的有這件事 那媒體報導出來沒有刑責可言 沒有泄密的刑責可言 所以那個媒體應該有經過求證 我現在只想知道有沒有 全民都想知道有沒有嘛 你有沒有證人這樣講過 而且我告訴你喔 講這些內容的證人 並不是起訴或是還起訴的 這個相關的人裡面 這個證人表示他作證的可能性 可信度更高 因為他自己本身跟這個案子沒有關係嘛 他不會捲入這個案子 他不是被告說跟你這高行官之間 有什麼這個相關的利害關係 他沒有啊 沒有他把這些事情 他聽到的或幹嘛的講出來 還有那麼在案發 在人家出來一個開記者會說 你有這個事情又 又有什麼這個載到香山去 又有什麼要這個轉告誰 把這個相關證物刪掉 然後又有誰要把那個對話的內刪掉 有沒有 不止一個耶 好多個啊 好多個 我們打官司很簡單 打官司就是人證物證 很簡單 那人證物證 不是人證物證你就一定贏 而是你的人證物證提出來 能夠讓負責審判的審判長 跟這個培席法官 他們能夠相信 他們相信的話 就輸定了 因為很簡單嘛 這件案子 透露一個非常 由台灣司法史上最詭異的事 為什麼 他的證人最最完整 而且都是反咬一口 那都是本來你下面的 那個相關的助理 反咬你一口 然後緊接著來就是 他其他的證人跟他們沒關係 他們也是政治都對你不利 那還有就是證物 證物沒有銷毀的證物 包括整本的什麼 之前還不是在講 那個精力湯事件 還扯出跟立法委員之間的 那個精力湯嗎 還扯出這些愛外案 你不要以為 精力湯是小片 為什麼特別講這樣 因為精力湯是唯一一章用紙寫的 高宏安有沒有去把這個精力湯支出的一千塊 從這個所謂的公基金帳本裡面領出這一千塊 然後退款的 就因為把他退出去的那個退款的款項他有沒有還給這個相關的公基金 各位這裡面還有刑責 如果我們就法研法 這裡面都有司法的刑責在裡面 所以這個案子事實上目前起訴的案件金額不大46萬多 但你要知道不是錢的問題是法的問題 還有其實不要再跟我講什麼法律見證的 這高宏安很執著在所謂的偵查不公開 這件案子到現在已經沒有偵查不公開的問題 因為他已經起訴了 他是公開審判 你看四叉貓一天到晚都跑去給人家聽 那至於有民眾黨的相關的民意代表之間說 這個可能是魔黑 這個可能是造謠幹嘛 那你叫高宏安出來講 出來否認 沒有證人說這回事 沒有證人說這件事 然後沒有什麼咖啡 你叫他出來講 你就叫他出來公開的否認 沒有這回事 全部是造謠 事實上這所有的一切 都雖然起訴書裡面可能有些證物 有些內容沒有披露 但是在一審地方法院的判決書上面 會寫得清清楚楚 判決書所付的這個相關的證物裡面 也會交代的一清二土 那麼按照本人 我以前待過自由時報的這個司法組組長 那也跑過這個三十幾年前開始跑 包括警政新聞跟司法新聞 這個案子在五月底 辯論終結了以後 可能會在六在七月多的時候 或是最晚八月的時候 就會進行損判 而以目前的人證跟物證看起來 百分之九十九 不會判決他無罪 為什麼 因為從來沒有一個案件 他的人證物證是如何的明確 而且這些人必須冒著 你要知道 這些人都有在做證的部分 都有拒絕 拒絕就是我如果說錯了 我如果說假的 我全部是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的偽證罪 所以這些人不需要做假的 所以高鴻安 那麼他現在不再是 你不能再以說 什麼不能公開的 那些不能怎麼樣 不能挪為他用的 跟以前的時候去教育局 偵訊的時候說 我吃什麼蔬菜便當 那麼為什麼可以公開 你吃蔬菜便當 跟偵查不公開 一點關係都沒有 剛瑞德格說 他預測應該八九月 就會有刑期判 而且是一定會有判 這是什麼罪 那他剛剛特別提到說 像昨天我們特別討論到說 有一個平面報紙 報導說 有一個人報導說 有一個證人說 高鴻安要求把咖啡 潑掉到電腦 讓他當機 然後呢今天記者問到高鴻安市長這件事情的時候他竟然沒有否認 所以瑞德格的邏輯是說要嘛真的沒有這件事情你就應該出面來否認 默認代表承認 因為潑咖啡這個消息被聯合報獨家爆出來之後 第一回應的是新竹市政府 代替高鴻來發一個聲明 然後所以那個聲明當中完全沒有否認此事的真假 也就是說感覺就是默認了 然後他只是在那邊扯說 這個司法什麼進行中啦等等等等的啦 好那所以看起來這件事情還真的有破咖啡這件事 只是大家會覺得很好奇 就是說一個理工女資工的人怎麼會怎麼會這麼的無知啊 因為你的咖啡其實沒有 就不會破壞硬碟本體 所以那個硬碟其實都是有資料的 那就成為當天網路上大家嘲諷的最熱烈的一條新聞 哇原來潑咖啡就以為可以這個湮滅證據 那個硬碟是可以拿回來的 上次還在裡面吧 對啊通通都在硬碟裡面 而且硬碟沒有脆弱到說你潑一個咖啡他就他就死掉 他就當機了 更何況 電腦有個機殼 他有機殼 所以你要破壞裡面的那個那顆硬碟 你要把外面的機殼螺絲先卸除 把殼拿出來泡在水裡面 然後你才能夠傷害那個硬碟 那所以這件事情好笑的程度在這邊 那所以看起來 如果新竹市政府高宏安都沒有否認這件事情的存在的話 湮滅證據 所以瑞德哥說八九月一定會有某部分的最起訴 因為現在按照表定的旗程來看五月底會辯論終結 那所以在五月底辯論終結之後距離宣判之日就 近了五月底六七月都有可能會進行這個宣判 那我覺得對於高宏安來說就是 有兩點很不智就第一個說我現在都是一天當兩天用全心全意在新竹市政的這個工作上面 可是問題是在於你的表現成績單 你最後一名 你是有贏 你沒有贏 你連謝國良都沒有贏 謝國良倒數第二 你倒數第一 所以你一直強調說兩天當一天用 其實沒有辦法去說服新竹市民說 我真的很努力 所以我的成績單很好 沒有你成績單很爛 你不但很爛 而且你每天忙著跑法院 跑法院你就不會有多餘的時間去照顧新竹市的市政 這是對新竹市民來說 我認為對他們來這個吃虧最大的地方 第二個是說 既然法院已經在公開審理這個案件 你找這麼多支持者去那邊舉牌司法迫害司法迫害 這不是司法迫害 這個是你自己的助理 從內部吹哨 抖出你這個用了助理錢 你用了這些涉嫌貪污的這些證據 這跟司法迫害有什麼關係 這麼做檢察官更生氣 檢察官會出動更多的人力的揪你的毛病 因為檢察官還有法官 他在審判這件案子的時候 他一定認為說 我當然就是看證據來判案 我不行輸 然後你現在試圖用政治的壓力 來凌駕我司法法律上面的判決 說這件事情對於法官來說 完全適可忍孰不可忍 就是你要你想暗示什麼 你覺得我會屈服於你的政治壓力嗎 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對於法官來說 他一定心裡面圈圈叉叉 一定會更氣 那更氣對於你這個被告 一點好處都沒有 不要惹法官 就是你要惹別人就算了 怎麼可以惹審判的法官 就很不聰明 完全沒有一個匪陶匪的格局存在 所以都懷疑說 你怎麼會拿到匪陶匪 匪陶匪不會拿咖啡去潑 潑電腦 因為那樣無法滅政好嗎 是不是也是不聰明 柯文哲主席的聲量 現在降下說是幾乎是墊底 可是民眾黨的副民主黨徐甫說 過去柯文哲的聲望還維持在50%多 柯文哲宣告 要宣告參選總統之後呢 民進黨開始伺候 用一條龍打法對付 盧秀燕跟謝國良 他說2026跟2028的選戰已經開始